郑楠 郑楠 生氣了 我沒有 少帥 少帥和義父真相 一樣的火爆脾氣 連句話都不聽人說的嗎 你要說什麼 少帥生氣我明白 可義父的擔心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今玉蓉懷了身孕 還成日加班 我們都知道她心善 不顧自己的身子 可這樣對孩子是否有意呢 我愛同事 你其實是否是 還怎麼會變成 這件事 你都不順不 你也不順眼 我老是回事 我肯定等着烧结了 郑南 生气了 我没有 还说没有 明明就是生气了 眉头皱得这么紧 你要是不让我操心 我就不生气了 今天医院是特殊情况 纺织场大火 病人真的特别多 忙都忙不过来 过了这几日 我肯定每天都尽量早点回家 玉蓉 你知道我不是蛮横不讲理的人 但你也顾及点自己的身体 咱们的孩子和家人的心情行吗 我知道 你要工作我不拦你 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夙愿 但是你现在日夜不招家 你让我爹怎么想 我怎么想 还有咱们的孩子 那经得起你日夜颠倒的折腾吗 郑南 我也都跟你说了 这是特殊情况 我也不会一直这样的 况且你看 我不精神得很吗 玉蓉 你只是个女人 你没有必要这么拼命的 女人怎么了 女人也是人啊 在这个世道下 这么多无辜的人受伤 我就是想再多努努力 多救几个人 你稍微理解理解我嘛 况且你不也说了吗 希望咱们的孩子 畜生在人人平等 幸福快乐的年代 我知道 玉蓉 但是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咱们这就回家 等一下 玉蓉 坐 坐 我 我正好饿了 真是雪中送炭 你看 我肯定把它吃得一口不熟 不生气了吧 快吃吧